本报记者陈诗贤长沙报道,停车两个多小时,系统竟显示停车费为405元。 长沙一车主萧先生称,自己备收了天价停车费,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值班人员,萧先生将车停在了停车厂出入口位置后,离开现场。 5月22日,停车厂管理方联系了萧先生移车,在民警的协调下,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。 直到现在,他们都还没给我道歉。 5月25日,萧先生向记者表示,停车厂系统出错,对方没有一句歉意,让他非常不满意。 萧先生说,5月21日,他与一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,在与花须景连路附近的华越城生涯广场一间饭店吃饭,下午6点就将车停在了华越城生涯广场停车厂。 晚上8点多,萧先生与朋友前往停车厂移车,却在出口被道长拦住。 萧先生很疑惑,因为在商场吃饭是免停车费的。 但是一看停车厂显示屏打出的收费数额,则让他大吃一惊。 萧先生向记者出示了,当天停车拍摄的出入口显示屏照片,照片上显示,萧先生的车停了20天,需缴费405元。 真的是莫名其妙。 萧先生说,自己当天就在商场里的一家饭店吃饭,按规定是可以免停车费的。 而且他从停车到取车也不过两个多小时。 停车厂市无人职守自动收费,找不到人我只好走了。 萧先生说,之所以选择停在出入口位置,是因为找不到沟通的工作人员,但退回停车位又怕继续收费。 将车停在出入口后,萧先生便自行打车离开,但在离开前,萧先生在车上留下了自己的电话。 萧先生说,21日晚,一名保安曾联系他,但因有事暂身,他没有前来移车。 22日上午,停车厂物业管理公司再次联系他,他们要我移车,态度很差。 看到停车费吓了一跳,数日前停车只录入进场记录。 萧先生称,他当时拒绝移车,要对方解释,为何会收取添加停车费。 停车厂管理方绿城物业告诉萧先生,系统显示,萧先生的车在5月1日,进入了该商场停车厂,一直没有离开。 但经过调查,系统只记录了车的进场,出场时没有系统记录。 5月1日是我儿子开车来卸货,只停留了几分钟。 萧先生联系了儿子,得知车驶入停车厂时,到闸市向上打开,又无人指手。 萧先生的儿子,将车驶出停车厂时,附近也没有管理人员在场。 系统只记录了萧先生的车有进场记录,却没有离开的记录。 因此,当萧先生的车再次进场时,系统就自动从第一次进场的时间算起。 对方仍要萧先生缴纳前一晚的停车备用。 萧先生不同意,我拒绝移车,对方找了七八名保安过来。 由于协商不下,双方都报了警。 5月25日,记者联系了华瑞城商业广场物业负责人徐经理,对方表示不愿接受采访,一切已交由警方处理。 记者从宇花公安分局警官子派出所了解到, 5月22日在民警的协调下,萧先生将车从现场移走,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后离开。